那髮箍就是出 其實形狀很多一樣的 但是它的設計就是很多不同的 就像最近很流行這種配色 然後皮革的或者是千鳥格 或者是甚至有戴蕾絲的 上面有這種磚的其實都有 像他說的就是有些潔淨的時候 像頭髮比較短就比較沒有變化 所以就可以用這種髮箍來做造型 但戴髮箍最害怕就是收得太乾淨 就很像我現在要去卸妝那種 我也是這樣學生 對 我要去卸妝那種的感覺 所以要怎麼抓出那個訣竅 就是前面的一直以來跟大家說 鬚鬚就是很重要 一定要有鬚鬚 就是你可以用梳子稍微這樣子 把前面的這邊一個三角形的鬚鬚 拉出來 這邊我們先把這邊拉出來 然後其餘的我們就勾耳後就好 主要就是上面的這個地方 就是它有一個膨度 所以大家可以練習可以刮膨 刮膨就是上面的這邊 我們看一下側面 就這個區塊的地方 我們稍微先噴個膠 如果不會刮的話 是不是有賣那種一半的 有 有賣那個一半的 就直接塞進去 可是那有一個風險 就是說你萬一如果真的拔到人 然後他摸你頭的時候 想要怎麼這麼像硬的 很刺刺 對 就像這樣子的角度 然後你就是這樣去刮它 噴膠的好處就是它會固定那個 那種讓頭髮不要這麼的順 就讓它有一點點膠感 所以你在刮的時候 它就會呈現出這種蓬蓬的感覺 所以放下來之後 它自然就會這樣浮起來 好酷喔 對 就會像這樣子 自然膨 那我們在最後整理的時候 就是它現在是有膨度的嘛 所以你不要再刻意的這樣去刮它 它就整個就不見了 就是順它的表面的那個形狀就好了 然後就慢慢的這樣把它勾在耳後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就帶上你想要的髮枯 我覺得它今天滿適合 貼鳥紋 對 這個也滿適合的 搭配到今天的這個色系 然後就直接這樣把它框起來 妳的耶 真的妳的 適合喔 瞬間 對 瞬間這樣子 髮枯真的要試戴 好多髮枯戴的都頭好痛 真的耶 這邊它這個鬚鬚就會很漂亮 就呈現在這邊這樣 那好看喔 對 就這邊還是要整理吧 還是要整理一下 那種很氣質的感覺 有 很氣質的 瞬間 你現在有一種千金感 就很圓風 對 感覺在水灑錢那種 那種房子籤了 有這個感覺 有 然後還有一個進階的用法 就是我們可以把後面的頭髮這邊 跟前面的頭髮我們可以把它拉出來 幹嘛 綁起來 對 因為這邊會有這個 就看得到這個 黑黑的那個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前面的跟後面的這一撮 把它綁起來 把它綁起來 綁起來之後 我們還要做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要把它反轉 就是日本編法很喜歡 就是做反轉的動作 轉進去 像這樣子之後有沒有 對 這樣的一個形狀 然後我們就把從髮尾 把它繞進去 嗯 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這樣拉起來 這邊 可以這樣喔 可以固定的邊 可以固定的邊 今天我是選黑色的啦 但你可以選透明的 然後這邊就可以抽一點絲這樣子 好可愛喔 對 然後就增加這邊的那個氛圍感 順便把這個地方把它蓋起來 層次感也出來 真的 這邊的那個線條就會很漂亮 而且重點是髮枯就不會掉了 對 就可以固定髮枯 你髮枯是多鬆啊 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去唱歌 趴它啪 然後髮枯就噴掉了 不是 為什麼 你是這樣搖頭嗎 因為有些髮枯 它是帶久會一直往後滑 對 一直往後滑 然後還有那個 帶髮枯旁邊 那個鬚鬚會一直跑來跑去 可是這樣超固定 超固定的 對 去夜店都沒關係 看一下這裡 對 音樂季 可以去Party了 對 所以你看這邊 看這邊的這個氛圍感 很可愛耶 跟這邊的感覺就不一樣 就比較不會這麼無聊 就變得很可愛 像這樣子 真的耶 這個招式要學起來 太可愛了 好厲害喔 頂 Fernando 超級不一樣 你怎麼好 打開 我對 好 我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